有本事通通事先講 7月初該做多的時候 APP帶我們高利賺的一倍以上 那不該賠的時候 APP會全數帶我們避開龐大的風險 然後昨天你看 昨天是10月17號禮拜一 節目有精彩的教學 開始足底醞釀機會 好 今天指數漲158點 但是APP還沒有翻紅 所以導致個股結構還是不佳 所以近代更強的訊號 然後今天節目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超強無敵的APP說 說什麼呢 請大家提前做好準備 因為明天是結算 結算後確實會有機會 至於機會如何做掌握 今天節目一樣有精彩的教學 請各位一定要鎖定哦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哦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點股曾經的節目 今天是10月18號禮拜二 台北股市呢 漲158點 雖然指數是漲 但是個股結構不是很好 那為何個股結構不是很好呢 因為答案很清楚很簡單哦 因為APP還沒有翻紅 然後我待會也會給各位看 我們APP的訊號哦 明天開始結算過後 APP的趨勢方向有機會翻紅 然後呢 它一旦出現翻紅 會給我們股票 那第一時間 我會在粉絲團發訊息 跟各位做通知 所以呢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 來 聲音掃描QR Code 這邊是Linead的生活圈 這邊是Telegram 如果你沒有用這個Telegram的部分 你可以在臉書 搜尋江江的17匹馬力超盤數 盤中有盤前的盤式的觀察重點 盤中會有APP的訊號 及時跟各位做分享 請各位一定要做加入哦 另外投資者你看哦 APP真的幫助全國會員 跟用戶很多了 你看今年 今年很多人在股票市場產培 可是我說我們APP給我們什麼 簡單輕鬆明確的訊號 有沒有你看哦 17025 你當下如果即使還不是我的會員 你當下只是我們粉絲團的粉絲 有沒有看到 17025翻綠啦 翻成綠色箭頭往下 再來哦 14670 每一次大盤出現翻綠 APP出現箭頭往下 那我當天都有在粉絲團做分享 有沒有你看 兩個翻綠 後面是避開千點以上的暴跌 為什麼 這是我跟江老師 各位強調的一件事情 一個小賞戶要在股市安身立命 翻綠是空投 那空投不可以慘賠 在空投修正波 永遠不允許自己慘賠 這個很重要哦 前面兩個翻綠 你都印證過 APP超強無敵萬歲之後 投資朋友你有沒有發現 13702又來了 這是10月份 10月7號13702翻綠的箭頭往下 我當天把APP翻綠風險控管的通知 也跟各位做分享有沒有 他後面呢 跌了892點 沒有錯哦 超強無敵萬歲的APP 好再來投資朋友你看哦 7月初該做多的時候 我們全力賺 那不該賠的時候 APP用翻綠 用箭頭往下 帶我們避開的龐大 而且險峻的風險來投資朋友 是不是 APP真的事先預告 事後驗證 確實帶給所有的這個成員 無限的光明跟美好 這是你未來反敗為勝的最強大的武器 請各位把握哦 是不是很感動 因為有一個很明確很精準的工具 輔助你的 那你在看盤抓趨勢的過程中 心情會很輕鬆 那除了心情很輕鬆之外呢 所有操作會有明確的依據 比方說今天 哎指數漲 可是金融漲比較多啊 OTC漲一點點對不對 說他的結構不是很好 在結構不好的同時呢 你就不會想通想心 你就不會很緊張 胡亂的去做追價 懂我意思嗎 這是APP最強大的功能跟價值 請各位鎖定了 是不是跟著最強 我家老師都說真話 我都說真話 多就是多 紅就是紅 綠就是綠 尊重趨勢不死多 然後呢你未來才會有循序漸進 你未來才會有幸福美滿的好生活 這個很重要哦 來哦 講這個重點哦 好 那明日是結算 今天是不是開高 開高是不是有一波壓回 我的猜測哦 有可能是反映明天結算的 提前的這個反壓有沒有 因為均線還沒有翻揚 均線沒有翻揚 大家預期明天結算可能有壓盤 今天maybe是提早做壓盤哦 所以我認為今天開高之後的壓回 並不是壞事哦 好 那明天結算是有壓力的 那前提什麼 支撐要守住 那支撐守住 近代APP的翻紅 今天還沒有 今天只有一個 還沒有兩個 兩個行程同步翻紅 攻擊 攻擊訓導 待會給各位看哦 另外呢 你看 APP翻空之後到今天為止 一直要求我們等待啊 忍耐啊 是不是 因為沒有行情 行情它的各標股的 連續性不是很夠 連續性不夠你亂搶 你看哦 我舉例子做說明 你看哦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5243的 這個乙勝 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 這個股票漲這樣子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你就是被扒 你多做就是被扒 你看是不是昨天這個6643 跌升似乎有一根反轉K棒 可是今天又完全又吃掉 是不是說個股結構還沒有轉成 強勢攻擊的時候 你這樣子做一樣是輸啊 再來哦 再舉例一檔哦 是不是你看昨天 昨天跌升這麼強 這麼強開最低收最高 今天全部被吃掉 那請問這種盤勢 你是不是如果太心急 太躁進的話 你很容易被雙八 好 在真正的攻擊波 還沒有出現的時候 那如果你被雙八了 第一個你不只輸錢 第二個你連那個膽勢 都會輸掉啊 是不是 所以教老師跟各位講說 APP你看有多麼強大的功能 你有沒有發現 APP要求我們等待忍耐 是為什麼 幫助我們避開被雙八嘛 你沒有被雙八 別人被八的死去活來 你沒有 你保留的資金 你保留的實力跟信心 當你的戰鬥力十足的時候 那APP一翻紅 全力這個初級啦 是不是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注意聽哦 好 我待會兒 我馬上要做什麼 做詳細的技術面的教學了 為什麼我今天下一個這個主題呢 說我們無敵的APP說 請大家提前做好準備 為什麼 因為明天是結算 結算之後會有機會 而這個機會如果去掌握 待會兒來跟各位做 詳細的教學跟說明 所以再一次哦 節目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 然後兩大粉絲團還有臉書 請各位掃描QR Code 或者是搜尋做加入 投票你看哦 事先講你看今年最精彩的 最精彩的一倍的行情 你看哦這個7月13號之前 而且我們是避開 避開了3000點的崩跌 7月13號我們預告 會有祖生標股幫我們賺一倍以上 說未來是茫然的 未來是不可預知的 可是我們盡全力 用我們熟悉的熟練的技術 去研判行情 然後把研判後的結果 事先說給大家聽有沒有 好7月13號我們講說準備鎖定一倍 然後後面呢 高利確實賺了102% 只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是不是然後呢 賺完之後你看 就今年的1.7025翻率 翻率箭頭往下一次 1.4670箭頭翻率往下第二次 是不是三次全數都避開 避開3000 1000跟800多點的風險 是不是沒有錯 也就是說事實證明 我們的超強祖生APP 可以幫助我們去判斷 也教會我們學習到 什麼是多頭 真正會賺錢的多頭 還有不慘賠的空頭 懂我意思嗎 這個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再來有沒有 APP確實可以幫助 我們每個散戶呢 控制這個風險 你看喔 沒有翻紅之前 它不是跌就是盤嘛 對不對 就是說 未來一定是翻紅 那自然就會大賺 就是價值 我們用戶跟隨著APP呢 一起成長的價值 請各位把握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這個 昨天的節目有精彩的教學對不對 支撐 兩個支撐守住 會遇上什麼 遇上主體 那主體成功後 投票是不是 他有機會去複製 7月初開始的波段多頭的攻擊 好 那今天是不是漲158點 那為什麼跟各位說 要提早做好準備呢 因為結算後確實有機會 來 精彩的基督教學來了 好 投票你看喔 這是加權股價指數的 60分鐘的K線 好 注意看喔 好 這是不是跌破 跌破 我換一個字型 稍微小一點 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來 這邊是不是跌破 跌破 然後呢 14670跌破 13702跌破 投票你有沒有發現 好 這邊是翻多對不對 好 這也是MACD 雙指標型的翻多 好 你看喔 17000點 是不是跌破大阻力 然後大阻力 白色是什麼 大阻力成本 趨勢線是往下的 有沒有 好 站上後 趨勢線變成正的學率 跌破後變成負學率 目前還是負學率 好 那你會問江江 那江老師 那這個圖形上 我們講的白色是什麼東西呢 好 這個白色呢 是我們技術班 教的大阻力成本 大咖的阻力成本 這樣就很清楚 應該是白話文 每個人都可以輕鬆的學得會 這是我們技術班 教學的 這個大阻力成本 這是我們技術班 這大阻力成本有沒有 大阻力跌破反空是空頭 站上反多是多頭 跌破反空是空頭 有沒有太簡單啊 每個小散戶 通通可以學會 來頭髮 你看喔 我們特別標記 有沒有7月19號 來頭髮 7月19號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說這個時間是什麼 是什麼時間呢 好 這個時間呢 好 我跟各位做個註記 好 這個7月19號是什麼日子 是APP 7月19號呢 是APP給我們高利的日子 你懂我意思嗎 好 什麼意思呢 說 你看 它這個時候給我們高利 為什麼 因為大阻力成本已經翻多 因為我們常常教的 這個MHC的雙指標 柱狀體在零軸之上 它的線也在零軸之上 是不是相輔相成 就技術面的主力成本 就輔助性的指標 全部適合多頭 全部都顯示多頭 好了 那這個時候 APP給我們股票 它給我們的高利 一個明確的三角形的起場箭頭 那結果後面呢 我們高利賺多少 賺102% 通過意思嗎 好 你看喔 那我為什麼講這個成功的經驗 因為未來可以複製啊 好 那未來請問要如何做複製 好 我換個顏色 來 前提什麼 是我昨天說的很重要 12961喔 來 12961 好 129 多打一個數字 12961守住 那守住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守住代表什麼 代表足底就成功了 那足底一旦成功 然後呢 它均線 大足底成本 靠近 然後未來突破 突破 扣低 翻揚之後呢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足底成功之後呢 那自然有沒有 自然APP會有什麼 會有好賺的主身標股 通過意思嗎 就說那你現在能不能擠 不能擠啊 就說你要耐心等一點時間 等什麼時間 等支撐守住之後 APP確認返紅之後 自然會有複製這一段的 好賺的主身標股行情 懂意思嗎 來喔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 技術面的教學 教完之後呢 來 我們來輔助於什麼 輔助我們的有沒有 APP 好 你看喔 我昨天是不是講 我們的主力的籌碼 已經有連續三代翻紅 可是這邊是不是還沒有 那雖然是還沒有 但是沒有發現 明確的綠色的這個 珠狀體有沒有 開始縮減說 未來兩天 它只要能夠守住支撐 籌碼持續翻紅的背景下 它就有可能什麼 變成一個翻紅啊 那一代翻紅是不是送到 兩個指標同步走多 投資朋友你看喔 你看這裡 當它這裡 我們換個顏色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同步翻綠 你看同步 好 我把它換成白色 好 有沒有 當同步翻綠的時候 是一波跌勢 那請問如果同步翻紅 是不是變成一波漲勢 懂意思嗎 你看喔 是不是現在目前為止還沒有 好 還沒有APP會要求 我們所有用戶跟會員 兩件事情等待跟忍耐 有沒有 是不是 你可以避免掉好多個股 因為劇烈震盪的雙八 那你沒有被雙八 你的心情自然很輕鬆 在你保留資金實力信心 輕鬆的心情背景下 它一旦翻紅請問你敢不敢拼 懂意思齁 這是一個贏家的 我常講的氣質跟風範 你不是 比方說像加拿老師 我不是為了要收會員 然後去亂做股票 為了創造績效 懂我意思嗎 當你有證據 你確實你看到滿滿的證據 你研判 你有贏的機會才出手 這才是真正投資的價值 懂齁 特別跟各位做分享齁 好 再來 有沒有你看齁 我解釋說明了這麼多 有沒有 APP確實給我們很簡單 輕鬆明確的訊號 你看齁 APP的價值 就是說 在盤勢震盪過程中 當這個大盤的趨勢翻紅之後呢 未來會噴的股票 它會事先通知我們 會幫我們選出來 你看過去的經驗 威盛扣3D我們賺9成 高利箭討是不是7月19號 有沒有 剛剛剛剛我們的教學 確實在什麼 大盤的大咖主力成本 由空返程多頭後 APP給的股票非常會噴 噴的102% 是不是 所以我說所有的主身段標股的暴利 都是在條件成立 APP有翻紅之下 它才會誕生 懂齁 所以你看齁 再來看這個精神科 扣3D我們也輕鬆賺7成9 然後巨庭扣3D 是不是也噴出 噴的8成6齁是不是 堅持主身專攻旗掌 這是贏家 未來要成為贏家 你必須修煉的功課 然後你看齁 不只做這個波段 頭部你看這個立凱 66賺到74 來頭部你看齁 你看一檔股票 這是5227的立凱 是不是你看齁 74今天說哪裡 今天說70塊9 有沒有他在8人啊 你看我們賺過的股票 他也在8人啊 這是目前台北股市的個股結構 這個不是你我能夠控制的 他既然結構長這個樣子 你要順應他 你如果你不順應他 你胡作非為 你就知道賠錢了 是不是齁 所以耐心等齁 再來 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政打 你們看 我們206小賺7%而已 22.4 好 你看這個政打 是不是你看 就在震盪 震盪的時候會雙八嘛 個股結構不好 為什麼 因為APP還沒有翻紅 那等到翻紅後 結構自然就會變好了齁 好再來 是不是你看齁 好來喔 來看這個全新 我們上一次全新 77.2 是不是賺到87 好今天請全國的APP用戶 去看一下APP全新有出現什麼樣的訊號 我點到為止了齁 這是我們APP的今天有選出來齁 是不是 所有的多空都有依據 他帶給你的是什麼 是一個很明確很輕鬆愉快的股市人生 無限的光明跟美好 請各位把握齁 好另外一件事情齁 所有的空頭股在APP裡面 會用綠色來給你清楚的呈現 趨勢方向是綠色 籌碼是綠色 箭頭是往下 答案只有一個 永遠只有一個 我的口氣非常強烈 永遠都不能持有 好一天都不要持有 懂意思嗎 投資朋友 這是你以後必須修煉的功課 你看試想想喔 趨勢是綠色空頭 籌碼是綠色空頭 箭頭往下是主跌 主跌是空頭 來投資朋友你看喔 華航有沒有 箭頭往下是空頭 長榮航綠色是空頭 全部創新第一 好這是一拳 箭頭往下跌三乘三 那請問是不是你多持有一天 風險多一天 中探針箭頭往下跌三乘八 沒有錯喔 來這是誰 這是經濟科 箭頭往下 翻成綠色跌四乘七 每期碼翻成綠色跌兩乘八 是不是都是APP的功勞 高端疫苗是不是箭頭 箭頭往下是主跌 主升是紅色箭頭 主跌是綠色啊 你看你可以掃賠四乘三 然後振華店可以掃賠三乘四 沒有錯喔 每一檔 你都按照APP的訊號做操作 保證你永遠不慘賠 記好我的這個 這個口訣是很強烈的 只要是趨勢 還有這個籌碼是綠色 一天都不能持有 記好了喔 是不是超強APP 讓你可以避開綠色 所有主力到貨的股票 你就不會賠光光了嘛 是不是很簡單 你看這個光照有沒有 箭頭兩個箭頭往下跌三乘三 好 陽明箭頭往下跌三乘五 好 萬海呢跌三乘六 台華投控是不是箭頭 你看這個箭頭 是不是很明確 沒有人看不懂啊 APP的用戶超幸福的贏家 因為他手中永遠不可能 抱到空投股票 懂我意思嗎 你看是不是跌了三乘三 好再來喔 你看這個加金 加金跌多少跌兩乘五 金利科跌五乘七的 今天金利科還創新低 來看新的 有沒有 這是環球金 這是環球金 這邊是翔碩 是不是 我常常跟各位說了 命運不會遺傳耶 真的我講真的 你扭轉命運可以靠自己 靠江江跟靠APP來做幫忙 你看金利科又創新低了 跌六乘一啊 你看喔 從這裡喔 從這裡翻綠到現在 短短的三個多禮拜跌了六乘 為什麼 不能持有 不能持有綠色 代表是空投的股票 夠簡單吧 創意有沒有 箭頭往下 跌兩乘六 翔碩 你看今天又創新低了 彩玉 六七八九的彩玉 有沒有看到箭頭 箭頭很明確 翻綠很明確 沒有人看不懂 太簡單太無敵 有沒有 可以掃賠四乘五 是不是 這是APP的功勞 你看 這是我們APP用戶的新生 所有的多頭股票 都是會有紅色 所有的主升標股 會有扣3D 還有紅色的箭頭 夠清楚 給了APP的用戶呢 人生一個新的美好慶福的方向 請各位把握 那可以一邊學習 我們有十堂技術班送給大家 請各位把握 來重複一次今天的結論 APP幫你避開今年 三大波的空投 確實帶給所有用戶 無限的光明跟美好 那機會有出現了 我今天連續兩天 做精彩的技術班教學 前提12925守住 12961守住 然後明後天看看結算之後 能不能APP出現 兩個指標趨勢跟這個趨勢跟籌碼 因為現在籌碼已經翻紅三天了 看趨勢有沒有先翻紅 那一旦翻紅 APP會給我們很多股票 我們瞬間就做這個進場 請各位提前做好準備 因為我今天說明了很多 說明了很確實很精彩很詳細的 確實是有機會 兩個指標同步做翻紅 請各位把握 有套到股票 趕緊找江江跟APP幫忙 幫你做換股 那如果明天APP開始 確認翻紅後 他給我們股票呢 我們全力的通知 我們所有成員來做進場 請各位把握 來的留言或者是 0800668085電話來做諮詢 節目最後呢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 各位操盤順利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 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喔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歡迎收看 我們收看 我們收看